为什么你做的空气舒服雷,不蓬松,硬得只剩下一张饼皮呢? 而我做的切蓬松暄软,像海边一样有弹性 我来跟你分享一下细节 首先准备四个鸡蛋 蛋黄里面下两克盐 把蛋黄搅拌均匀 蛋清里面下20克白糖 来点白醋或者柠檬汁可以去除蛋腥味 温馨提醒,装碗的蛋清一定不要有水,也不要有油 也不能有一点点蛋黄在里面 不然你后面的努力就白费了 用电动打烂器开始挡发蛋清 每天用心出教学,点问头像旁边的脚好收藏 毕竟更新了700多道菜,学到就是你赚倒 挡发至有坚挺的弯锅状,而且牙签能够立住 把蛋清和蛋黄搅拌在一起 既然叫空气舒服雷,那是不需要加面粉的 如果加了面粉,那就叫戚风蛋糕 搅拌完一定要第一时间倒在平底锅里面 越快越好,如果时间太长了,消泡了就没有效果了 扣上盖子之后,全程用最小火 轻轻给它移动一下,大概五分钟 发现它已经膨胀至两倍大的 这个时候要注意的,开盖 看看这个蓬松效果,是不是很棒呢? 时间奔太长,它一会就消下去了 所以你做不好不是蛋的问题 也不是人的问题,而是技巧的问题 不要忘了,我的美食就是活菜谱 你一个不要错过哦